军人不单单只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使命和人民的安全感 有句话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当了兵成为了共和国的军人 就代表着你的身上承受了千万个家庭 牺牲小我,成就大家 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是我国每个人都非常渴望的 麦克阿瑟的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听到过 老兵永远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战事也有老去的那一天,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人能够去阻挡时间的脚步 退役是战争军人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退役之后回归到了家庭正常的生活 但是只要国家和部队有需要,重返军营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回顾我国的历史,在军人退役之后 还召回老兵回归军营的事情也确实有发生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我国在越南战争中给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但是没想到之后,越南反咬一手,入侵我国 当时因为我国需要部队集结 但是很多部队都出现了兵力不足的情况 没有办法,情况紧急 上级立即下发了一道命令 就是让已经退役的老兵重回军营 拿起曾经熟悉的枪支和训练走上战场 其实已经退役的军人是没有义务的 这些老兵也可以当作不知道或者没有收到这个命令 再或者想办法逃避这个命令 但是军人的荣誉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也是这一次召回退役老兵 所有老兵全部到场回归 没有一个人缺席